頭上頂著大太陽一旁完全沒有遮蔽物 只能用斗粒帽子把全身包得緊緊的避免晒傷 畫面中就是在加油站工作的員工 為了要招攬生意一直站在外頭搖晃著旗子 為了業績工作也是要走啊 玩磁器啊 要八點鐘喔 在過那裡 遮陽啊 看到另一個畫面 則是兩位救生員 為了要保護在炎熱的夏天到海邊吸水的民眾 一刻都不敢鬆懈 不安全啦 安全還蠻重要的 平常就是會有戴帽子 那我們也會穿這個水母衣 可以隔絕這個陽光 那本身因為從小在台中長大 台中當地小孩 可能對台中的太陽也差不多習慣了 炎熱的大太陽天氣又悶又熱 只能佩服這些辛苦工作的人 給他們掌聲鼓勵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